台东昨天二号下午才传出女童逆弊的悲剧 没想到今天更传出台东东大富小游泳夏林当中的救生员 在工作途中竟然就像这样翘着二郎腿来滑手机 对于场边的工作完全不管不顾 有家长就爆料说自己到现场观察了五天都发现这名救生员一直都是如此 虽然有三名的游泳教练 但是孩子多达三十人 他只一说这救生员不是来帮忙查看孩子动态的吗 怎么可以一直滑手机呢 一下掏耳朵一下豪迈翘起二郎腿 还不时抓个痒 勇懒得好像躺在自家沙发 但这里其实是学校游泳池 泳池内还有三十多名小朋友 事发在台东的东大富小游泳夏令营 每到夏季溺水意外频传 三名教练时刻不敢马虎 但学生多达三十人就怕教练忙不过来 但用池边的救生员近低着头狂滑手机 一下侧坐滑一下翘脚滑 甚至有家长投诉 他去看孩子上课一连观察五天 救生员在整堂课长达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 没有抬起过头 记者实力观察这名救生员果然都只顾着滑手机 被拍了半小时 尽完全没感觉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台东二号下午才发生女童海边溺壁事件 家长表示预防胜过事后检讨 不要因为救生员的疏失造成汗事 孩子开心参加夏令营 也要平安回家 水中活动的安全不容轻估 记者朱军义李明德台东报道